曾被誉为模范夫妻的奥运冠军李小鹏与妻子李安琪 如今却陷入了婚姻的困境 面临着舆论的热议 从李安琪在综艺节目中的行为 到夫妻之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一系列事件让这对夫妻的关系备受质疑 即便是光环之下的奥运冠军 也难以挽回妻子形象 在这个感情和文化碰撞的故事中 人们开始反思 夫妻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究竟何去何从 舆论的关注点是否在夫妻关系的核心问题上 夫妻语言风波奥运冠军李小鹏与妻子李安琪的婚姻 曾被誉为模范夫妻 但近日却因一系列事件引发轩人大波 从香港街头扫街到综艺节目上的语言争议 这对被称为同龄鸟夫妻的名人 不再是昔日的模范形象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 不仅展示了他的家庭生活 还时不时地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比如他与女儿奥利一起走秀的视频 展现了姆妮俩的优雅和自信 而他对中文的学习 也是他与中国文化连接的一个小小见证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李小鹏提到了妻子的中文学习进程 他说安琪的中文正在进步 他现在能够和女儿一起学习 这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人不禁羡慕 在娱乐圈中 李小鹏和李安琪夫妇也是模范夫妻的代表 他们在各种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总是充满了默契和爱意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两个人的爱情 更是关于家庭 努力和成长的故事 李安琪的感情2003年 李小鹏在美国安娜海姆的体操赛场上高举金牌 而在那群星闪耀的观众中 李安琪的目光与他相遇 仿佛预示着未来的缘分 两年后 当李小鹏殷商飞往美国寻求治疗时 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 这段跨国的恋情不仅克服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更在2010年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他们在美国举行了一场浪漫的婚礼 这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他们的婚礼成为了媒体热议的焦点 婚后的他们并没有隐退幕后 反而活跃在各大电视节目中 成为观众喜爱的明星夫妇 他们在中国版的极速前进中展现了默契与竞技精神 也让观众见证了他们作为父母的温馨一面 李安琪虽然在节目中多用英文交流 但他的中文水平也相当高 这一点在多个场合中都有所展现 成为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样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低调和真实 这也是他们受到喜爱的原因之一 李安琪的公益事业以及成就李安琪的公益事业 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在他的直播间不仅有时尚潮流的引领 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支持 他的直播不仅帮助了国货品牌 更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双十一的狂欢中 他的十七项公益行动不仅提升了消费者对国潮的认识 更让老字号焕发了新生 在教育和扶贫方面 李安琪同样不遗余力 他的慈善之手伸向了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袁建希望小学让知识的光芒照亮他们的未来 在助农扶贫上 他通过直播带货 不仅帮助农户增收 更让城市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健康的农产品 这个看似浮华的娱乐圈 李安琪用他的行动证明了 明星也可以是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他的公益事业不仅是他个人品牌的延伸 更是他对社会的深刻回馈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圈子里 李安琪用他的爱心和行动 书写了一部不同寻常的明星故事 结语在李小鹏与李安琪的婚姻风波中 我们看到了爱情、文化以及沟通之间的复杂交织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一对夫妻的情感经历 更是关于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的启示 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些共鸣 思考着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更好的沟通与理解彼此 我们下期见